HELLO 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學們分享的主題就是利用線條來繪製出雨傘 那如果你對這主題有興趣的話就馬上看下去 開啟軟體以後我們先到工具列 在矩形工具裡面我們選擇橢圓形工具 在空白處按下滑鼠左鍵並且按下鍵盤中的SHIFT 繪製出一個正圓形 那我們在下方的部分一樣也是繪製出小的正圓形 在這裡我進行複製 我複製四個 複製的方式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過 如果不清楚如何複製的話記得點之前的影片來學習一下 那我們回到主題 黑色箭頭 選取四個圓圈 按下滑鼠右鍵 群組 四個圓圈放在大的圓圈的物件裡面 選取兩個物件 我們水平居中 現在我們看到這部分 上面呢是我們想要雨傘的部分 下面是我等一下要刪除的部分 入鏡管理員 如果你沒有這個視窗的話 在視窗底下 選擇入鏡管理員 點下去以後就會出現這個小視窗 那我們一樣在黑色箭頭的狀態下按下滑鼠左鍵 用脫移的方式選取這物件 然後在入鏡管理員裡面我們選擇分割 接下來我們選擇白色箭頭 點選空白處 讓節點消失 這時候按下滑鼠左鍵 用脫移的方式我們選取下面的部分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節點的部分 變成時心的部分是我們選取到的 空心的部分是沒有選取到的 那我們要選擇的部分呢就是這個四個圓形 它下面的部分的節點要被我們選取到 那左右邊跟上面的節點不要選到喔 按下鍵盤中的Delete 下面的物件會被刪除掉 這時候上面散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畫下面握桿的部分 在工具列選擇線段區段工具 在中間的部分按下滑鼠左鍵 並且按下鍵盤中的Shift 繪製出一條直線 回到工具列 我們選擇橢圓形工具 繪製出一個小的圓形 這時候我們選擇白色箭頭 先點選空白處 我們選擇最上方這個節點 確定為時心以後呢 一樣按下鍵盤中的Delete 或者是你可以按下編輯中的清除 選擇黑色箭頭 將物件對齊 一把雨傘完成了 根據你要的寬度去做調整 那接下來我要繪製另外一把 準備修下來的傘 在矩形工具裡面呢 我們選擇多邊形工具 點選空白處 在編輯的部分我們設定成3 那我們使用黑色箭頭來進行變形 看你的傘的大小跟長度 去進行調整 那接下來一樣回到工具列 選擇橢圓形工具 這時候我複製兩個圓形 接點的部分 三角形的物件跟圓形的物件要互相重疊 開啟路徑管理員 選擇分割 一樣我們選擇白色箭頭 點選空白處 選擇我們要刪除的地方 按下清除 中間這條線的部分 你在下方空白處按下滑鼠左鍵 用拖移的方式 選取 清除 你的範圍呢 超過直線一點就可以了 千萬不可以到圓形上方喔 也不可以選到旁邊去 就中間這部分 按下清除 這時候我們使用黑色箭頭 複製出下面的物件 然後選擇白色箭頭 點選空白處 再點回這條直線 實性以後呢 往下拉 那這樣就完成摺下來的雨傘了 那今天簡單教學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關於AI教學的影片 歡迎留言給我喔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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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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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的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到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